我们看到了北京雍和宫 一串台币一两千块这么贵的佛珠 被风抢一空连香灰都卖到缺货 当年轻人不上课不上进 纸上香 那不就变成了新国安危机了 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因为经济下行货不单行 我们来看华尔街日报跟德国资深 他就讲 他说现在中国大陆的失业率 已经高达到16到24岁的年轻人 每十个人就两人失业 两层失业率 人生遇到了经济困顿与不如意 你就会干嘛 你就会寄托于宗教 就想要烧香拜佛 现在有个顺口六 很多他们那个年轻人在发文 那hashtag都是这句话 叫不上学不努力只烧香 雍和公初一十五会有香灰 他就把那香灰收集起来 加持榴梨手段 你都没钱 你还有三四百人民币 去买加香灰的榴梨手段 更妙的是 雍和公说 你不要说我卖得贵 我这香灰还不够用 卖到缺货 啊